我想要這樣的鼻子 怎麼 跟我想的不一樣 那一隻 每一隻動機式 總覺得龍鼻後自己的眼型變得很奇怪 細長的狐狸眼 肉雞眼 想要深邃的五官 卻好像有一點點變形 還是原來眼距寬的你 期待植入鼻膜後 拉扯周邊皮膚 產生開眼頭的視覺效果 等等 你是不是術前功課沒做好呢 理想的鼻型需要評估鼻樑寬度 山根高度 而鼻樑的寬度與臉型 體型甚至性別有關 這些都是有豐富經驗的醫師 在術前模擬需要評估好的 所以龍鼻並不會讓眼距變窄 更沒有開眼頭的作用 但因為墊高山根後 會感到兩眼間不那麼空曠 讓龍鼻的五官看起來會有立體 集中的效果 而狐狸眼 鬥雞眼現象 也只是術後的暫時性腫障 影響鼻樑寬度與山根高度比例 消腫後就會恢復正常 那那那 難道眼距窄就不適合龍鼻手術了嗎 其實只要評估好 適當的鼻樑寬度和山根高度 改變五官外型還是有機會的 最後想要進行龍鼻手術的朋友們 建議選擇有3D影像模擬系統的診所 基於龍鼻經驗豐富的醫師 並依眼、鼻部條件與醫師溝通適合自己的鼻型 才能打造出屬於自己的精緻五官喔